我总不能让王四把老婆让给你吧 什么王四王八 我杀了他 传播扬言去伏击王四 结果三天以后从上游 果然飘了一句创伤累累 开始腐烂的尸体 就在所有人都无法确认 死者的真实身份时 远在三丈开外的玉娘 却一眼就认出死者 正是自己的丈夫王四 这一细节立即引起了 支线无秒水的警觉 莫不是玉娘事先知道 其夫会再次被害 就在她心存疑虑时 陪同玉娘认识的王婆 试口道出惊天秘密 天哪 我只当是句戏言 谁知道 她真敢下毒手啊 这样一来 一桩奸夫淫妇 通奸杀人的案情 便顺利成章了 无秒水大笔一挥 判处曹末秋后出寨 然而就在曹末被处斩的前一刻 暗中奔波的宋茨 终于搞清楚了 事情的全部真相 她不明白这无秒水 既然早已发现 玉娘尚未解开草息 就能认出王寺的重要破绽 为何连原因都不问 就急于定案呢 无秒水支支吾吾 当时我的确是按照常理 我 宋茨怒目原正 说你个草包之线 那王寺被河水冲下来 脚上一定没有穿鞋 由于她比常人多长了一个脚趾 所以作为妻子的玉娘 自然能够一眼认出 而同一个特征 王婆在公堂之上也对你说过 你却冲而不闻 无秒水强词多礼 卑职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定 不是通奸杀人 而是曹默蓄意谋杀 无秒水的狡辩让宋茨更加恼火 就算曹默有杀人动机 那你考虑了她的作案时机和条件了吗 说着她取出一张实地勘察后 亲手描绘的路线图 根据图示 曹默所在的王婆挂电 距离王寺的被害位置 至少得有十几里地 案发当天已尽黄昏 天又降起倾盆大雨 如果曹默要伏击王寺 就必须赶在天黑之前 一口气跑完十几里山路 要直到这段距离 就算是壮汉在晴天时 也得走上两个时辰 是否曹默已文弱殊胜 如何能在时间更短 路况更恶劣的情况下 走完这一段长路呢 听完这段推理 无秒水大汗淋淋 差点避过气去 但她并不甘心 说曹默萌生杀意时期 到王寺被打捞上岸 时隔整整三个昼夜 只需将作案时间 延缓个一夜半日 那么曹默的作案 时机和条件 岂不全有了吗 不可能 王寺绝不可能死于第二天 宋慈一口否决 尸体腐烂程度表明 最起码在水中 浸泡了三天以上 此言一出 无秒水哑口无言 精彩 精彩啊 她的小树里 瞬间叶成了宋慈的小谜底 无秒水气得直哆嗦 大汗淋漓的她 苦思冥想了半天 终于又挑出了宋慈的骨头 以宋大人所见 曹默便是清白无辜了 那么宋大人 这件血衣 宋大人做何解释啊 最料不提血衣还好 一提宋慈就更来气 这件被无秒水 当成重要物证的血衣 自己只看了一眼 就发现了重大冤情 首先案发当日天降大雨 如果曹默是穿这件衣服 那么被雨水浸透以后 血迹必然是边缘模糊 可这块血迹却非常清晰 在这如果当日行凶 血迹必然是贱满衣服 可这块血迹却很完整 分明是人为滴血所致 最后一点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案发何时 去年上下 这件盛夏时节所穿的血衣 确实一件紧断厚重的秋装 无秒水瞠目皆舍 半天才从舌头下挤出了几个字 难道莫非 对 宋慈点了点头 说这件血衣正是曹默老母滴血所致 是为了证明儿子杀人 故意违造的证据 无秒水大惊失色 直呼不合情理 不合情理呀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母亲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正是本官要问你的呀 宋慈猛然回头 目光直舍无秒水 当众戳穿她贪功心切 把曹默驱打成招后 为了急于结案 又把奄奄一息的曹默 故意抬到曹默面前 哄骗她只要交出曹默熊熊时的血衣 就能念在她年事已高 无人照料的份上 想发免了曹默的死罪 如果没有找到血衣 案子就结不了 就免不了要一次次的过堂了 看到儿子生不如死 曹默心如刀绞 他转身走回房间 插上门栓 从箱子里面取出一件夏天川的绸布衫 想了想又换了一件秋天川的后颈段 把他扑在桌子上 拿出剪刀露起袖口 朝胳膊上重重的滑去 慈母的鲜血混着泪水 点点滴滴洒在了颈段上 许久 他才开门浇出血衣 由于是自己亲手把儿子推上了断头台 朝胞为儿子和自己分别打造了一口棺材 准备共赴黄泉 至于那件血衣 就是他留给后人 给儿子沉冤昭雪的破绽 如今见宋慈断案如神 朝胞的眼睛里重新泛起了希望 既然物证是违造的 朝胞杀人的罪名也就不再成立了 那么真凶是谁呢 本案无凶手 此言一出全场恶人 宋慈大胆推测 王子是溺水而亡 他身上的多处刀伤 就是在洪水冲击下 被石头树枝所烧 温听此言 吴苗水提出异议 说这只是一种假事 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此料宋慈又要放大招 欲试莫重于大屁 大屁莫重于初情 初情莫重于检验 本官要开关验尸 宋慈又要放大招了 只见他先是用醋清洗一下双手 然后蘸了点麻油 抹在鼻子下方 再含上一片干浆 最后戴上手套 在灶脚上烤了烤 只被沐穴而去 由于时过一年 尸首早成白骨 宋慈从中取出骷髅 用燕米醋冲洗 再用干毛巾擦干净 看看骷髅表面 确实没有其他裂系 接着便用一瓢热汤 从骷髅的脑霉灌入 如果死者生前落水 那么他的鼻腔之中 必定是吸入大量泥沙 如果是死后抛尸 因为口鼻紧闭 泥沙无法进入 王寺到底是不慎落水 还是死后抛尸 马上就有监果 浇完汤水过后 宋慈将过滤用的白布 缓缓从水盆中提起 众人走近一看 过滤的白布上 留有一小桌江河新沙 王寺之死真相大白 再料宋慈卷说 王寺之死却无凶手 曹墨之渊却是有凶手的 这个凶手不是别人 就是吴知献你啊 吴淼水先是以惊 继而暴跳如雷 你说我答案不立 我承认 可你说我是凶手 这也太埋太人了吧 宋慈冷哼一声 问他为何把曹墨 和玉娘同求一事 吴淼水有些心虚 对 因为当时街内 确实没有女郎啊 你胡说 宋慈毫不留情地揭穿 吴淼水是想以此偷听 曹墨和玉娘深夜窜过 结果反而证实了 二人都是清白的 而曹墨为了不连力酝酿 也说出了自己想揽下 全部罪过的决定 如果这个时候 吴淼水及时犯案 尚且为时不晚 可是这么一来 又该到哪里 去寻找真正的凶手呢 算了吧 草草结案吧 况且你已经偷听到了 曹墨有打算承担罪名 这个事实 所幸将错就错 而自己三天破案的政绩 也将受到朝廷褒奖 又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乎 一桩明明白白的冤案 就这么诞生了 所以说你吴淼水不是真凶 那还能是谁呢 卑之有罪 吴淼水知法犯法 被朝廷格之法配 临走之前 他拦下了宋慈的马翅 扬言就算你断爱如神 就算你惩治了我 那又能怎么样 别说你一个人 就算是十个宋慈 燕兄想把这浑浊的世道 变得天狼水清 虽然你把我扮了跟头 但是我不服你 在官场之上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到时候鹿死水手 你我再较量吧